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纪约 六祖大师附纪约 六祖虽然不识字 但信宗 相宗都会讲 真是太厉害了 这就是我们赞叹他的地方 有的人专攻般若 为识可能不太懂 我先用整体的概念来讲 这相当重要 谭经讲过 烦恼及菩提 这就是重点 即 你不能解释成就是 若是如此 你还需要修吗 你不就是烦恼及菩提吗 烦恼及菩提是禅宗 般若讲的 为识则讲转时成智 即就是转的意思 就是转八时成智慧 转是突破的意思 世间法处于相对的状态 我们之所以烦恼 就是处于相对 我们之所以学佛 就是因为有烦恼 世间法 无论你怎么做 都是有烦恼 一个恶人有烦恼 一个好人有烦恼 一个失败的人有烦恼 一个成功的人也有烦恼 我们要超越烦恼 而证悟菩提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都是用意识来过生活 看人生 这个意识 详细来讲 叫做新意识 意识的特性特质 详细解释 把它分成八时 禅的理论简单 恶药 禅师不会跟你仔细分析 不会告诉你何为八时 否则他就是教下 教下是专门讲经教的人 而真正的禅师讲话很不客气 你问 禅师 什么叫八时 他会跟你讲 我不懂 若是一般人 明明懂时 怎么会讲他不懂呢 他说自己不懂 就会被学生信徒看不起 所以 他不讲他不懂 而且还会苦口婆心 为人家分析 那天有人告诉我 法师 你很会讲法 我说 我志在禅师 不在法师 我们有这些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就有烦恼 就是因为你觉察到你有烦恼 你才能借此而觉醒 而非 我被这个烦恼打败了 我逃避了 就像一个人再怎么顺利 也有突破不了的问题 比如 释迦牟尼佛再怎么顺利 他也有一个问题不解 那就是死亡 所以 他一定要去突破 了解这个问题 你不可以说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好 我干嘛要学 我不用学 不用学的人 就等于放弃人生 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 开刀要持什么咒 我怀疑我到底是在教什么 我讲的 怎么跟你问的差那么多 你平时持什么咒 你就持什么咒 不要三心二意 你平常念哪一尊佛 你就念哪一尊佛 你要有信心 如果你持大悲咒 你就继续持 还没出家之前 我蛮喜欢听人家唱歌的 也蛮喜欢听人家讲话的 我当然最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因为从他的歌声 我可以感觉到温暖 爱和甜蜜 我觉得他的歌 不仅可以抚慰我的心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他也可以抚慰所有华人的心 我既然不会唱歌 有时候也勉强不来 那我们可以好好讲话呀 你讲话 别人喜欢听吗 别人用唱歌可以抚慰人心 别人用讲话可以鼓励人心 但是 我们只要一唱歌 身边的众生就跑光 只要一讲话 人家就不想听我们讲 就不愿意跟我们深谈 聊天 不愿意跟我们成为好友 知己 修行 要完全看自己 不要看别人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讲的修行是实用佛法 都是你会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没有感觉到 你讲话 人家不喜欢听呢 你讲话 不是让别人有压力 就是让他觉得你在说教 或在抱怨 或你讲的空洞 没有内涵 否则 就是你 不真心诚意 而是无聊 找个话题聊天的 你的内心 到底在想什么 文后思维 你为什么而烦恼呢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